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随着现在大家的经济水平日益提升 私家车的普及度越来越高 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也急在变了大家出行 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停车位于类紧缺的问题 因为一个停车位难求 所以大家不文明的乱停乱放现象也非常严重 不过区民们惩治乱停也是怪招百出 中庄的车主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脸也会说不出 毕竟是自己屡亏在线嘛 如有的居民会在乱停乱放的违章车旁边倒满垃圾 车主不得不在一堆恶出的生活垃圾中 被自己爱车的逃离挖出条深路 还有的则是直接毫不客气的 在车上写上大字 比如像停的庙 这是充满了十足的讽刺意味 令人啼笑皆非 还有更夸张的 有一位奥地车主将自己豪车随意停放在不恰当的地方 办完试回来发现 爱上轮胎上被人用几十个螺丝刀捅着马蜂摸 而且这些螺丝刀还没拔下来 只能自己一边含着泪 一边把这些被深深扎在轮胎上的罪鬼祸首拔下来 所以车主肯定会为自己爱车被这样折腾 感到愤愤不平 又很后悔 早知道应该把车好好停好 但是路人们却常常拍手交好 因为觉得这都是司机自作自受 其实乱停车的确是车主们的过程 但是这样损害别人财物 也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 所以作为司机一定要遵守交规好好停车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民众们也应向交警等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而不是在别人的车上论途乱话 甚至炸胎